加州全保2018年的公开申请辞职日期是12月15号 华兴保险的专业人员就提醒 如果民众想要在2018年的11号开始 享用保险计划的话 就必须在12月15号之前提交申请 2018年奥巴马健保投保开放期 是从11月1号开始到1月31号结束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差不多过去一半的时间了 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来办理保险 或者说没有更换您的保险的话呢 您要尽快了 因为现在1月1号生肖日的这个截止日 申请截止日是12月15号 所以说您要赶在12月15号之前 赶快来办理保险哦 如果您现在是Molina保险的使用者 由于Molina这家保险公司呢 会在明年涨价非常的高 大概有50%左右 所以说您现在要赶快的来看一下 您的Molina保险明年是不是会涨价很高 因为同样的这个保险计划 同样的医疗网 那Health Night啊或者Blue Show啊 这些保险公司呢都便宜很多 所以说您也可以考虑看看 他们两家的保险是怎么样的 另外还有Anson Blue Cross蓝十字这一家保险公司呢 他们会在2018年的全面退出南加州的个人健康保险市场 所以如果您现在是Anson Blue Cross蓝十字的保险用户的话 您要小心了 因为您的保险计划会被终止在12月31号 也就是说从1月1号开始 您将会失去健康保险 那么在2018年如果没有健康保险的话 仍然是会有一个罚款的 另外如果说您现在有在看医生 在接受治疗 在吃药的话 要格外的小心 你一定要赶在12月15号之前 赶快来办理更换您的保险了 不然呢从1月1号开 至少这个1月份您将会失去保险 那么如果您没有保险 又有谁会来为您的这个医疗账单来做理赔呢 所以说要赶快来看一下 所以说那另外Blue Show啊 还有PPU的计划 像Kaiser凯撒这家保险公司呢 他们在明年的2018年的金计划 他们有可能会比银计划还要便宜 要看您的住家区域哦 所以说您要赶快来看了一下 是不是明年的保险要如何办理 然后如何购买一个最适合您的计划 那么对于您现在正在看的医生 您要先咨询清楚 您的医生他们除了安森Blue Cross 还有接受哪些其他的保险公司的保险计划 为您的保险来赶快做一个办理 另外所有的经纪人那一边呢 为您的估价其实都是一样的 因为呢估价都是需要根据您的自身的实际情况 比如说您的年龄 您的收入 然后您的住家区域来进行估价的 所以说无论是哪里出来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选择经济这一方面呢 一定要注意哪一个经济公司 或者哪一个经济可以为您做一个全年的服务 当您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或者发生账单等等各种情况的时候 可以来为您做解决 那这个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找那一种啊 为您办理完了保险之后发生问题 却找不到人的这种情况 因为现在的保险啊非常的复杂 如果您自己来处理的话 可能是非常头痛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要大家一定要小心 要赶在12月15号之前赶快来办理保险 那么这样就可以在1月1号生效了